原标题,美国军队的待遇竟如此之高,普通上班族真的比不上。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正面临招兵难的问题,就比如说泰国和日本,泰国中性人越来越多,男性的比例下降,是造成兵源不足的一个原因,后来政策开放,中性人也可以参军,然而还是没有多大的作用。 后来才知道,泰国的军队补贴非常少,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,不想进入军队了。 泰国征兵现场和泰国相比,日本的兵源每年也都招不够,是因为二战之后,日本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,男性本身就少,而且年轻人越来越差,所以,军队无法招够士兵。 这样一来,大量的外籍人员就参加了日本自卫队,因为可以拿到日本的绿卡,又能有稳定的收入。 不少日本自卫队老兵年纪已经超出自卫队标准,但海拉战军队不走,原因就是这里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。 美军补助非常高也许有的人不相信,有的国家军队补助真的很高,甚至可以高到了养育一家老小的地步。 就拿美国来说,工资高,待遇好,政策好是美国军队的三大优势,在美国,军员是一项职业,只要你有能力就能挣到更多的钱。 美军士兵的薪水利还包括,住房津贴,食品津贴,顺收减免和卫生保健备,还有执行任务备等等,如果被外派住家在别的国家,待遇更加丰厚。 据悉,美国驻日本军队的待遇就相当不错,一天能有180美元的收入,折合人民币。 要上千块,美军补助非常高可以看出,西方国家在兵源不足的情况下,绞尽脑汁,提高福利来招兵买马。 而中国有所不同,年轻人永远参军,视为一种光荣使命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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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